电影维和防暴队定当5月1日 当期就是亮点之一 假期看电影是流量较大的 黄一博经历三年的努力 如今在电影界也电影界心境顶流 号召力巨大 票房得到了保证 号自2.5亿 参与门槛50万 个人份额占比0.02% 业内人士预测 电影票房将在15亿到18亿之间 个人投资回报率 有望在100%至200%之间 该片由刘伟强监制 李达超指导 黄锦瑜 王一博 钟楚希 领衔主演 欧豪特别出演 朱亚文特邀出演 谷家臣 赵华为 木兰 白纳日苏 于佩山 刘学 南富龙 魏冲等主演该片 讲述了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 该片定当2024年5月1日 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相信大家对电影维和防暴队的 投资亮点已经很清楚了 投资需谨慎 目前电影上映之前 仍然有投资机会 有兴趣游米朋友 欢迎扫码咨询 新黄影头自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于影视行业 希望可以帮助投资人 在投资电影的时候 规避更多的分线 维和防暴队影片 聚焦中国维和警察 显为人知的生死时刻 应联合国请求 受国家派遣 于卫东 黄锦瑜氏 杨震 王一博氏 丁慧 钟楚希 等维和警察 肩负神圣使命远赴异国他乡 深入战火纷飞的任务区 执行维和任务 他们将要直面恐怖袭击 武装暴凳 黑帮恒星等种种险境 维和行动刻不容缓 节目 前途